大家平安 今天新年功的进度 进入到哥林多前书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段是一章一到九节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向你先上感谢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你面前 透过你话语 来学习思想明白你的心意 求主加听我们力量照你的旨意来行 向你先上祈求祷告 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其实今天的经段就很像哥林多前书的序论 包括了保罗写信息的内容 然后很有意思是在这边 其实保罗也辩护他使徒的权柄 那一样有问候跟感谢 然后就是书信的开头 如果有机会上一些圣经课程可以了解 我们今天要来看四到九节的部分 第四节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 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兼顾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上帝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招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好 哇 这样子的内容 有没有很喜欢听好 很棒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 他有意思是 如果我们好好来回顾看一下哥林多教会的现况 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实 保罗说为哥林多教会感谢神 但是哥林多教会其实有出很多问题 纷争结党 我马上应该想到对不对 但是保罗还是看到很多值得感谢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怎么来看教会 对教会当中 因为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 人是有罪的 所以总是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保罗先把这些放旁边 他仍然为了这些弟兄姐妹感谢神 然后所有什么样内容 口才知识都全被 可以把它理解成具备属灵的知识 跟表达知识能力 这也是恩赐之意 好 那但是 属灵恩赐 当然后面还会有很多讨论 但是很有意思是 其实保罗他就来见证 也为哥林多信徒所接受福音 还有圣灵的恩赐来做见证 看见神的带领是如何在他们的中间 那当然 第七集有听到说 一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 恩赐或许是指 就是哥林多前述12到14章 讲到各样圣灵所赐的恩赐 就是可以造就教会跟造就人的部分 那但是哇这些保罗因为他信是整完整一片是后来才分章 但是保罗他很清楚知道他除了要来提醒指教 但是仍然为这些弟兄姐妹感谢神 因准主耶稣基督的保守和坚固 信徒可以在主要再来的日子在神面前无可指责 这是关键 神的保守怜悯 而且神既然招了百姓 让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基督联合 就会保守我们到底 这是我们可以紧紧抓住的应许 因为上帝是信实的 所以其实这段讲到保罗的感恩 我相信我们都是喜欢这样的经文内容 哇真的是很美好 当然一部分给我们提醒是 保罗没有因为教会的现况 然后就忽略了上帝恩典的带领这些奇妙的作为 但是其实很不容易 我们怎么样凭信心看到神将来会让哥林多教会 真的是活在他的心意当中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被提醒 对求圣灵来感动我们 让我们更快的察觉 其实教会现况有需要被调整的部分 我相信没有弟兄姐妹敢站到前面大声说我们教会是完全健康 美好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很困难 不管大间小间的教会都是如此 但是我们有没有那属民的眼界看清楚知道 在神的保守里面 我们在神面前也可以是无可指责的呢 但是我们也需要尽力的行 不是随便我怎么做 但是反正神会保守 千万不是这样子想的 所以我们有怎样的眼见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我们先来祷告 既然主上帝我们向你欣赏深深的感谢 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使徒保罗的眼睛看见他那超凡的眼界 即使教会有不一样的问题跟状况 他仍然为教会能够所得到神所赐下奇妙的保守 以及教会弟兄姐妹未来可行的来献上感谢 主也愿我们有这样属于脸界看见你奇妙的带领 也让我们可以调整自己更快就是走在中你的心意当中 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 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